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由于初赛跟复赛第一阶段的录像的质量都比较差 没有办法凑齐一期 所以说我最终还是决定等到整个决赛全部打完以后 我再把录像挑出来给大家讲 这样的话可以凑满一期 两个小时左右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讲解 好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忠诚视角 寻语主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画熊 这是那个适用画熊 又叫降画熊 就是那个会掉上线的画熊 我一直觉得这个画熊没有任何的用处 除了做寻语忠诚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用处 但是他做寻语的忠诚呢 又不如董卓 在很久很久以前可能还可以 现在就实在是太弱了 寻语看到画熊就砍上去了 其实真的没必要砍 画熊如果是个反贼 你该大笑三声 对吧 如果画熊是个忠诚或者内奸 那他的体力上限是非常宝贵的 包括体力也是很宝贵的 因为他的体力一旦掉下去了 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动你的驱虎了 直接火雕蝉了 边上就是个许楚 真的 要刷寻语 然后大家发现 怎么寻语白白发动了一次截命 血都没掉 他怎么就发动截命了呢 这个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寻语是VIP11 VIP11在玩主攻的时候 会有一点刚化体力 这个刚化体力非常厉害 哇这刀太凶了 主视角肯定是觉得这种三血匠 比较值得忙 四血匠就想放一马 结果这个貂蝉是个忠诚 是忠诚 很厉害 因为看到化雄跳钟 直接忙李儒了 这个是真反 李儒其实还不好说 万年齐发不敢放了 怕把徐医放死 啊 内奸跑出来了啊 在这里 真的就 这把貂蝉害死了 既然就这么认了 放着主攻不打 去打貂蝉了 什么思路 哇这佐茨桃真多 我严重怀疑 如果 如果针机前面那刀砍玄域的话 玄域应该死掉了 应该是死了 这段时间的这个佐茨是没有配音的啊 比较尴尬 激昂 对吧 我们非常威风的江东小爸爸的配音挺不得了 有黑沙不先打的 太臭了 死掉了 巨虎啊 不敢出这种六点啊 那 生怕主攻有些闪失 哇 这么厉害 这个太厉害了 其实 其实这个可以考虑不顺手牌的 这里我觉得打的有一点小问题吧 因为 你有一个决斗三个杀 巡虞手上有一张明桃 他还有两点血 这种时候怎么打最好 当然是把手牌打空以后 决斗巡虞再截命武装是最好的 对吧 因为主攻还有一张桃 他的血其实是很多的 你顺手牌顺到 其实打也打死了 打倒是也打死了 也不需要刷巡虞了 这高顺应该是内剑了 如果是中的话 不可能去连 连 连貂蝉不连针基的 没什么好心软的 所以说 刚才如果要是顺 许楚那个破加一 或者先用连弩捅 先用连弩捅针基 捅完之后 那个顺手牵扬 顺高顺的盾 对吧 顺高顺的盾 然后用决斗绝一下 巡虞再趴截武装 把徐祖打死 就可以一波 把他们全部都打死了 最终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这个录像呢 足以证明一件事情 巡虞就带条四斜狗就可以了 华雄是 华雄跟四斜狗比 那还是华雄强一点 华雄是个六斜狗 对吧 华雄是个六斜狗 但华雄这个六斜狗 他发挥的这么好 足以证明 巡虞其实很多时候 他甚至有可能 你只要体力上限够高 你甚至没有技能 都可以带着你打 貂蝉是一个三斜强将 三斜强将 你哪怕跟巡虞没有像性 我三斜强将 我单打独斗 你寻找你去辅佐另外一个中 对吧 也是可以的 貂蝉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坑爹的是什么呢 坑爹的是这种什么 真机中 法阵中 这种我见了很多 什么真机中 法阵中 你要选个左词中 那也就算了 对吧 还什么真机中 法阵中这种特别多 李如中都 李如中自己算是个爆点 也不是不能用 就华雄这种中 看上去 看上去是个纯白板 但是人家就是厉害 不过我跟你们说 董卓中更好用 一定程度上 董卓中更好用 还有那个 无血的戒吕布 也是特别好用的 非常的厉害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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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了一个神州鱼啊 选了一个珍州鱼 你要选乌图谷中也可以啊 乌图谷中也挺不错的 不差的啊 不过综合评判来说 就血量比四血还要高 然后综合评判来说 董卓跟戒吕布两个是最强的 因为毕竟华雄跟那个乌图谷是白板 这边一堆牌 犹豫了半天啊 气掉了当当闲鱼了 这里我说一下啊 就对于神州鱼来说 如果你气掉不发动技能强行跳内 你就把乐气了吧 留个沙啊 防止南蛮入侵物伤 而且其实 其实乐不知不畏亏的 如果是我 我一定乐不知的 为什么说乐不知不是会亏呢 如果他是中 摸牌 气牌 也就过了 对吧 他是中 你也亏不到哪里去 他如果是个反 你不乐他 你跳内了 他就不打你了 怎么可能啊 这年头很多内奸都觉得 自己跳了内反的就不打了 我跟你说 主攻只要是副嘲讽的 他一定打你 不然他这么多牌 你让他怎么办 让他丢掉吗 这边 愣是 这个貂蝉 没看懂啊 这个借刀杀人 竟然是给王毅开技能了 本来王毅很白的 现在不白了 现在有个伏笔 就是王毅仗着自己的技能 他装了藤甲 而我们是个内奸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 在局面简化以后 留着这个大招 等着到后期去打这个王毅 那就看有什么机会能够 打到这一天了 这个是反 强推强推细致才 这两个无界可击 全部浪费掉了 太可惜了 咸鱼了 只能过了 你看你被这反对骚扰的多惨 还不如起手就乐了 他算了 这个戏指才脱管装逼 结果白掉一些 这个布置其实是很坏的 按理说定判戏指才 没什么修益的 他就是仗着这个戏指才脱管 趁机定判他 然后就白掉了一些 这真的是白掉一些 这王毅竟然不报的 要么就是他真的太怂了 你看这个王毅 带着藤甲镜索 是非常危险的 这气质才要崩死了 有逃的竟然不报 这莫名其妙进个锁 就特别危险 藤甲王毅其实很 防御力非常的高 只要自己不进锁 很难打得穿的 完全打不动 不过反对头还是比较铁的 就是要强行推两个 推两个卖血钟 但是你别说 桃子还真的不够了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 就是这个戏指才 放着主攻不先辅 去先辅一个郭家 虽然他先辅对了 郭家是个忠诚 但是他一次都没有 给郭家补过牌 等于是浪费了先辅标记 所以 郭家就被双战决弄死了 还好还好 没死 炸出了一个桃 反对这样子强行 战决两个卖血钟 强行这样打 其实自己是很亏的 就你有这么多 你有这么多输出 去打卖血钟 不如直接打主了 对吧 这真的卖血 卖身这个样子 你不如打主算了 当然了 反对有人选貂蝉反的 你让这个貂蝉反 怎么跟反的一起 集火也没辙 貂蝉死了 这边还是留了一手 很奇怪的 这个曹章 按理说 貂蝉可以救的 救了貂蝉以后 没有收到牌 这个 这个流程倒不一定死了 那么多好牌 要不要 要不要夜言 强行这样收 这样打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 如果 如果主中有逃的话 不会让国家发动一击 坏处就是 六张牌 一张都收不到 综合利弊来说 内奸的想法 肯定是希望 把大招留着 最后单挑的时候 直接打王毅 对吧 一刀 就一刷 直接把它烧死 这样最好 想的 想法也不是 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如果收反的话 能收六张牌 而且 其实 用那个秦英来 打王毅 也是很好的 那也是极好的 用秦英来打王毅 也是极好的 续报一波 等这个曹章中了兵 然后王毅 再砍他一刀 我们就九杀他 哦 这个曹章 把屁股露出来了 可以收人头了 一刀九杀下去 一个大 加一个琴 直接抬走了 这里 这里的话 大家注意啊 周瑜的大 如果要是放的话 如果要是放那个 超大的话呢 是自己先掉血的 很多人不知道 是自己先掉血 才是对面掉血 所以说现在 如果直接放大的话 周瑜是要死的 所以掀开屋中探一下 是可以的 王毅当然是很怕 这个周瑜 有排去那个 这是搞什么飞机 这已经可以放大了呀 这放大就是两血 就放个小大嘛 他还想的是 看能不能有机会 攒足四色 然后再吃俩桃 直接四色 烧四血 是吧 不存在的 你的血已经掉下来了 你的血已经掉下来了 绝对不可能 有这种事情了 不能脱了 越脱 机会越小 这里又打错一手 这个白衣狮子 不能装的 你先烧 如果王毅没烧死 还能再起因一次 把他弄死 最后烧死了 武当以死训致 天降夜火 而等灰飞烟灭 这局呢 就典型的捡便宜一局 其实内奸自己 没有空过什么场 空场的思路 是几乎不存在的 首先啊 一开始扔了三个杀 宝乐本身就是 很愚蠢的一个行为 就是你 你贴乐不思数 然后弃两张牌不动 已经是跳内了 因为如果真的是中的话 贴乐乐以后 肯定会情调 所有人血的 你贴乐乐 气牌 本身就已经是跳内了 夏家如果是个中 被你乐了 反正是布置 两张牌给王毅 也无所谓的 之后 如果主中烈士了 你再帮忙就是了 如果是个反 你乐上他 他就不能骚扰你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于内奸来说 乐不思数 不是一张很好的虚报牌 有时候该用要用的 然后 那一波到底是用情音收人 还是用放大收人呢 肯定是放大收人 为什么 因为放大收人 可以摸六张牌 六张牌收了牌之后 你还可以再放情音 放了情音以后 每回合用情音 来压王毅的血 其实王毅是扛不住的 你收了牌以后 自己赤头回满 还能继续情音来收牌 对吧 不过 神周瑜的这个性质 导致他经常可以 有奇效 他的这个大招 无视距离 无视身份 也无视防具 就随便可以烧的 就特别的强 所以说 他做内奸的属性 是有的 用来对付王毅 这种非常难办的主攻 也是很有奇效 这个我们这边是一个 一个蛮宠 然后细子才绑了我们 好了 这个细子才绑了我们 哦 弹死他 没弹死啊 这小桥比较 比较惨 这袁绍就很奇怪了 这 这蛮宠难道还能是个好人吗 顺手青阳肯定是 棋手就要放的 咸鱼了 翻掉 只剩一张牌了 连反 7-9了 哦 有9 算一下不肯给啊 不肯给 其实是可以给的 我给了 这 出连弩了 只要细子才 不守剑吃桃 这副牌已经没有了 因为细子才是 梁柱加仇册 三张牌 三张牌断杀是很难的 因为还有火攻决斗 南蛮万剑 铁索连环 万剑启发 基本上断不了输出的啊 基本上断不了输出的 好了 这个 这个游戏 游戏已经结束了 游戏已经结束了 他可以玩到把牌队刷光 只要细子才不守剑吃桃 这个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应该已经 这个牌应该已经够了 应该已经够了 他这个已经有辨识嫌疑了 不过我是很可以理解的啊 这种时候呢 也不能叫编世了 对吧 你能把 当你能够把一副牌刷完的时候 对吧 你愿意放弃这一切吗 对吧 这个偶像包袱是放不掉的 这厉害就厉害 在不仅细子才自己40张了 蛮丑也20张了 受伤箱表示 我不给你了 受伤箱表示我不想给你了 你别玩了啊 我早点结束吧 然后细子才表示我不要啊 我要把牌队刷光 他拆受伤箱去了 受伤箱生气了啊 托管了 实在没东西拆 是可以拆自己的 这个贱人 这个蛮丑也不想玩了 还剩15张牌的时候 不想跟他玩了啊 这个人态度 因为这个人态度太恶劣了 对吧 他筹策可以拆自己的 自己的废牌 他不肯拆啊 受伤箱表示我不跟你玩了 蛮丑也不跟你玩了 不玩了啊 非常恶劣 还在边施啊 非常恶劣 后来总算 这个戏子才及时收手了 其实 其实孙让香跟这个 孙让香跟我们主视角 还是有 还算有点品德吧 玩到最后明显 这个就是在恶意边施了啊 他们都不想玩了 然后这戏子才还在那里加戏 最后 最后看到蛮丑也生气了 他就收手了啊 所以说 这个进化环境从我做起嘛 对吧 有时候你自己制止一下 自己一些边施的队友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平时很难遇到 但是当我们在打PVE 在我们打PVE的时候 还是很有价值的啊 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PVE的组合 哦 春哥啊 春哥 一个 一个手机卡 直接刷成两套 一无中啊 瞬间整个人都好了 无中都没开啊 就因为仗着字有两套 这里这里起手 起手这样子跳反 跳反是可以跳反的 但是不要杀孙策跳反 因为你室内 就说明忠在后面 而且会有会有 会有一些 不明就里的反贼 跟着你一起打孙策 最后就是提前送孙策 这真的是你想要看到的吗 这真的是你想看到的吗 我估计这个 这个组合就是反 我估计这个组合就是反 好了啊 说什么来什么 你从你砍第一刀开始 在我眼里 这个孙策就已经觉醒了 这个是放逐左词啊 很厉害 卫言被翻掉了 左词应该是个反 你可以弃杀跳反 对吧 这个马良 什么套路 哦 这不是白面了 就我们都知道 孙策有很多技能 其中一个技能是白面 就是他可以失去一点体力 摸X张牌 然后令场上的草坯 或者拥有放逐的这个左词 失去一点体力 X为左词 失去体力以后的体力数 那个失去的体力值 对吧 那这个就不是白面了啊 这个是真正的放逐了 马良是想要强攻吗 他就是为了发牌是吧 他就是为了发牌 那这波是很凶啊 的确是很凶 卫言表示我还是去死吧 不过这种 伸策主攻选个远为卫言 是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左词这个有放逐肯定是厉害的多了 左词跟曹皮比 唯一就是少一张 少一个刑伤嘛 就他不能刑伤跟放逐一起有 你看 其实主视角 一开始杀孙策那刀呢 是自寻烦恼 他就弃杀也比杀孙策强 对不对 你甚至可以考虑直接杀中会 这无用之简佑还是被打死了 有一张铁锁连环 那无用之中会就弄死他吧 反正我们也只能留一张桃 这蝼蚁中会是个9啊 被我们打死了 非常不错 博言 主视角 因为现在嘲讽都在孙策身上 我们的嘲讽是比较低的 所以可以考虑不吃淘 哎呀 点太小了 木马也不传给主攻 这陆续什么套路 这木马敢不传给主攻的 对吧 他与其什么 他与其什么出伞 给孙策补一张 还不如木马传主攻呢 这边左词再次发动了放逐 这个不是白面 这个是真正的放逐 就看孙策什么时候五四三二一了 这个是五四三二一二 这个是五四三二一二 但是只要陆续会玩 只要陆续会玩 再砍一刀孙策就是了 而且左词换清国了 他怂了 两点的闪 看样子是断杀了 这为什么 这为什么不连孙策呢 哇连弩 哇 好厉害 五五风灯 什么 五五风灯拿了个闪 不是 我以为他五五风灯已经卡练营了 没卡练营拿个闪 这是什么操作 还有这个无用之左词 竟然换清国了 他陆续拿了个闪 这是华天下之大击啊 拿了个闪 哎呀听过了 木马没有了 No 你看 大家还记得 陆逊是怎么 刚才是怎么出牌的吗 拿两点的闪 制霸孙策 拿七点的桃 放木马里传过去 对吧 孙策这么多牌 为什么不是把 闪传过去 把七点的木马 拿去制霸呢 对不对 这桃的点数就不是很大 左词又变放逐了 你看我们主公 觉醒了 但这也是内奸自己 自己搞出来的事情 不敢打反 但是杀陆逊 其实也是帮陆逊剑影了 不是剑影是连影啊 一拆一顺 这个太厉害了 给到左词两副 两副柴顺 这个孙策借刀 他其实不如自己先杀一刀 没打死再借刀打死 这个左词怂了 我们这边有一张铁锁连环 可以操作一下 这左词的落神成功过吗 好像成功过一两次吧 诶 你自己也在锁里 我自己也在锁里的话 只有陆逊那个位置炸才能赢啊 其实跟孙策 跟觉醒孙策打也不是没有机会 有机会的啊 这个必须就 不就闪电都没了 卡了张无限啊 这陆军卡了张无限 是卡了张无限吧 想不出来还能卡什么 胆手把 这里就打错了 左词应该先杀一刀孙策 说不定真的就杀死了 没杀死再胆手把 那狮子拆了 对吧 所以说基本排序都有问题 果然是陆逊的无限 卡了个无限也是 也是罪了啊 现在还是要陆逊那边炸才能赢 疯掉了这个事 疯掉了就 啊真的炸了 两个逃 走远了 两个逃 不够啊 陆逊有没有逃 陆逊那个手牌里有没有逃 还真不知道了 他那个千许牌永远也看不到了 最终还是靠神闪电影了 但是呢 靠是靠神闪电影了 但是呢 这我觉得 铁锁连环还是连的不对 因为铁锁连环 从陆逊那边炸过去 跟你进不进锁 没有关系 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自己锁出去的 这局从内奸杀了主攻那一刀开始 局面就已经失控了 就二位内奸要在孙策主攻局装反 是不能随便杀孙策 你可以顺孙策 拆孙策 不要去碰他 碰了他以后后面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就一定会失控了 神中不至啊 但是得摸到桃才行 这是故意掉血吗 有桃子吗 有桃子 有桃子就先吃了 冰了一下作词 哇地蒙啊 敌不犯我我不犯人 敌若犯我我就自输 敌若犯我我就自输 这些排队马良都非常不友好啊 比较比较像内奸蔡夫人 应该是内奸蔡夫人 抢牌 其实威胁最大的是布置了 这关一瓶打的不对 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解的 解了之后他觉醒都觉醒不了 就砸就是了 你直接把那个敌人多连几个 一起砸了就是了 这不觉醒后面更难打 而且他自己非常危险 不回这点血 开始了 开始玩了 其实布置把装备丢掉是很浪费的行为 角度 哇这个厉害了 反无限 啪 死了你看如果有把青龙刀在手里 如果刚才回了血 再把青龙眼月刀拿过来 是不是不死了 你别说真的没死啊 真的没死 马良跑路了 马良跑路了 把曹瑞的派也扔光了啊 简直就是个败家子 再抢牌 果然是内奸啊 马良已经失去了 失去了他的一切了 不过左姿是个假鲁素 假鲁素其实没有那么强 这马良 这马良太怂了 毕竟是个假鲁素啊 不是真鲁素 哎 他好像回来了 接下来就是布置要会玩的话呢 最好给 给左姿补牌了 对要给左姿补牌 这样就可以把张角这部牌再废掉 好 好一发定判 这不要随便去定判蔡夫人比较好 继续用鲁素 啊 好吧 因为牌太少了 所以说呢 还是选择 还是选择不搞马良了 这马良想什么呢 这 这凭什么认为这副牌里有闪 回来也没干好事啊 最后被收掉了 再见 回合外重视 好像这副牌里是没有用处的 哎呀 出事了 两个只能救一个 蔡夫人还有个大呢 蔡夫人还有个大呢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两个人里面保哪个 可以考虑保后面那个 可以考虑保后面那个 因为左磁手里有九桃的可能性稍微大一点点 结果就是淘人水里了 张角这个人 张角这个人强起来还的确是强啊 这里的话呢 这个骨钉刀挂的太早了 张角这个人说不定已经忘记你有骨钉刀这件事情了 不如先什么都不挂就打个拆 这一波没有打死张角 后面后患无穷啊 因为内奸跟反对合作的话 反正退层皮是肯定的 总共要退层皮了 对吧 蔡夫人有什么理由 蔡夫人表示先看一会儿 其实其实留给蔡夫人的时间并不多 因为主攻打着打着就会发现 不如把蔡夫人先打死算了 对吧 事实上主攻很快就会发现 打死蔡夫人就好打很多 就没有那么多废话 再换再换啊 手牌越来越多 一转眼又五张了 不过这个局呢 注定蔡夫人没什么机会 因为张角这个反对是不能留到最后的 不能把这个张角留到最后 留到最后他就已经输了一半了 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 这个局 这个局左资跟布置两个钟 他完全控不住 他只能利用张角 要利用张角呢 就只能留到最后 神装孙让枪 这不是一般人能打得过的 这这荣王 这八卦阵就不要判他就可以了 先先狗一会儿 先狗一会儿 断杀了 断杀了 断杀很正常 很容易断杀 好 八卦阵没了 没了这个八卦阵 再狗一会儿就可以打穿了 那也不住寂寞呀 其实八卦阵没有必要判的 去判他干什么 不判这个八卦阵 加上这个决斗 张角已经一血了 不要去探小便宜 觉得哎呦 这张角会不会压根就没有 对吧 张角万一没有黑的呢 你优势那么大 需要赌 需要赌这种小毛小病的 需要探小便宜吗 不需要 就这种丢了芝麻 剪了西瓜的事 不是 丢了西瓜 剪了芝麻的事 就不要去做他 因为 张角这个人 唯一的一面就是闪电 对吧 万一被他运气好 你看他一直维持个两血三血 你短时间你打不死他 然后被他裸摸个 裸摸个闪电 当然这个不是裸摸的 这是他运气好摸的 这里怎么能这样扔 这个扔铁锁连环 就有点业余了 铁锁连环是对付张角最好的派 好了 张角 张角连黑的都没有了 留下铁锁连环 张角就完全没得打 批都不敢批了 这个张角 其实草花还是可以批的 草花是可以批的 总算领悟了 现在不敢批了 批个黑桃真的给批死了 最后这个张角就中了天谴了 这里涉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后面的单挑我不想赘述了 比较值得回顾的是哪里呢 是那个蔡夫人跟张角合作 批死两个忠诚的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孙让香选择直接拿套救布置 当时就是一个大错特错 这个要怎么打 你必须等到这两个忠 哪个自己把自己救回来了以后 然后剩下的那个人拿套救 为什么 蔡夫人那个大招是明的 张角有个简一的 对吧 你如果闪电劈下来两个都没死 蔡夫人一定会去放大 他绝对不可能允许 你两个忠诚还能活到下一轮呢 因为接下来就剩个曹锐了 你让布置和索词再动一次试试 对吧 就不用完了 所以说在只有一个套的情况下 你只能摒弃宁神 如果两个忠真的被一道闪电劈下来全死了 那就全死了 那就让他去死吧 这样蔡夫人的大放不出来 蔡夫人那个大放不出来 对你没有什么坏处 因为尽了单挑 蔡夫人的大就是个肺 就是个肺招 下一把 戏制裁主攻 那要看先辅谁了 辅了一个有觉醒剂的观音频 而且比较像钟 因为很少有人会拿观音频 去打我们吗 对吧 拿观音频去打卖一些主攻 不存在的 室内也不亏 然而王毅失忠 先慢一些再说 这个可以的 因为观音频肯定觉醒 有听错在外面 他一定觉醒的 诶 不错 是忠诚 好了 一点血到手了 一点血到手了 白卖一些 非常机智 来一刀九杂 漂亮 诶 我的核弹呢 刚才放在这里的 这么大一颗 观音频的刀 在贼人的手里 诶 我怎么标了个内 在贼人的手里 四连反 三连反 天过了 哇 好厉害 被趴了 前方趴趴趴 福利 这个青龙刀在这 青龙爷爷 到只有一种情况下 不会到观音频的手里 就是这个青龙爷爷 到在手牌里 不管他是在 磨牌队 还是在气牌队 还是在场上 哪怕他作为 冰凉寸断 哪怕被徐晃 作为冰凉寸断 冰出去了 观音频都是可以 收回来的 只有在手牌里 是拿不到的 这心裁也是想不开 真的是想不开 脱管了 这个三血迹太帅了 被移出游戏了 也不行 权里 被移出游戏了 的确也不行 木马里也不行 木马也是移出游戏 移出游戏 也算是一种 的确是我束缚了 就权里了 田里了 腻里了 不屈了 木马里了 都属于移出 移出场外了 这观音频是内吗 莫名其妙去打王爷 好像是啊 他自己挂藤甲了 给赵云了 那应该是观音频 这观音频的血迹 抹游了 怕主攻被火攻 什么的弄死 两张顺手 好厉害 但是依然不敢打 有没有冲阵呢 这为什么不拆加一 这拆手牌 是远不如拆加一的 你想什么呢 你拆了他的头 也不如拆加一的 这主攻真是苦啊 这是什么星造型啊 非常六加七啊 观音频怎么办呢 拆加一了啊 这 这又是什么星造型啊 震惊 排局中内 真仙恐后四杀 真相竟然是 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啊 我这可以拍一部走进科学了 这一定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在操纵这一切 不会赵云也死了吧 怪师傅 应该是死了 有九条 中文汇是不可能这么打的 有个南蛮 诶 有无蟹的 诶 无蟹是谁的 要拿桃救 不会吧 无蟹都不打了 就觉得 就觉得陆迅是个九 还是什么意思啊 桃圆得扔 有无蟹的 但是没有用啊 啊 光音频开了透视挂 开了透视挂了 陆迅一条命怎么比得上我的这条命呢 对不对 我中乐了气光牌的 陆迅你去死吧 你去吧 我不长无名之将 这中辉断杀了 好 提起裤子 最后一搏 张一彩真的没有闪 死掉了 这个留闪不如留杀的 中辉反正断杀的 你搏一搏嘛 对吧 你留闪干啥 不要留了嘛 乐天之命 哎 你看这个粉丝就非常听话 我一说该留杀 他就立马留杀了 对吧 虽然看直播打牌不提倡 但是你愿意听我的 我还是很高兴的 这中辉断杀断成狗了 断到现在就没有停过 单挑中辉的话非常难打 戏子才是没有能力跟中辉单挑的 但是什么事情也要看运气 要看打法嘛 如果中辉打得不好 那就不好说了 神家又被射掉了 一般来说 就单挑的话 叛红不如叛黑 叛黑是实打实一张拆 叛红很多时候会摸到废牌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雌雄剑 不是那个麒麟弓不是已经没用了吗 你不是没马了吗 还要管他雌雄剑 那麒麟弓干什么 还有 还有一件事情 你算过你的手牌数跟体力值没有 就888把那个装备换光了 难道不是保一张手牌在手里更好吗 这打牌的时候没动脑子啊 就有什么牌就直接用了 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能不动脑子呢 你不动脑子你怎么打得过中会呢 对不对 你要想打过中会 只有动脑子才打得过呀 卧槽牛逼 哎 这 同志你不是赢了吗 你没发现你已经赢了吗 这不是赢了吗 这难道不是已经赢了吗 哎 是我瞎了吗 是我疯了吗 是我疯了还是他疯了 还是你们全都疯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这个中会竟然 因为这个中会竟然在杀 在杀八卦阵 在杀八卦阵吸着财 我跟你说这 跟打对报中会 跟打戏之财 没有什么那个 没有什么优势的 而且面对的还是个寒冰剑戏之财 戏之财 展现了一下他的大局观 展现了一下他的大局观 吸着财表示 我是有大局观的男人 我逃不要了 留连弩跟他对报 好 那 中会的对报能力 也不是一般武将可以比的 但是 但是不得不说一件事啊 就是吸着财 也是很有对报能力的 就中会跟吸着财对报 那就五五开了 你卖血我也卖血 对吧 对报就是五五开 中会如果稳着打慢慢抹 那中会的迎面非常大 大家现在吸着财有一张神器 叫寒冰剑 中会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有点自取灭亡 真的是自取灭亡 死了 三张杀正好带走 其实中会打吸着财 不用急的 不要看到寒冰剑就怕得要死 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然后强行跟对报 你当吸着财是孙权啊 孙权拿到寒冰剑的那一刻 中会可以直接点一个按钮 叫做托管 当然了我比较建议的是点投降 其他武将拿到寒冰剑 也就这么回事 首先早晚会断杀 其次早晚你会拿到拆顺借刀 早晚的事情你不要急 顶多就是他一段时间里站点上风 但你只要不碰他 他就是个摸牌白 他还是摸不到杀的呀 等到他什么时候自以为是 觉得可以打你了 开始打你血了 你到时候一觉醒把权一囤 他还是打不过你 因为寒冰剑早晚会被你弄走的 只有是孙权这种人 你看到他拿到寒冰剑 你直接投降 投降就可以了 不要不要挣扎了 你们的挣扎 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抬走下一个 很久没有看到张让了 我们今天来欣赏一下 其实要我说上一把的手牌好 上一把的手牌有9有铁锁 但这把也有9 但铁锁连环能出两个 这不是直接赢的牌吗 对不对 为何这么不珍惜你家铁锁连环 对于张让来说 起手刷四个铁锁 我都不知道怎么输 这个佐词是毫不犹豫的扔了一张 跳了一个判定 展现了一下真正的技术 火杀换火杀很厉害 先翻一个 华佗再见 偷他个弩 不是弩之弓 弩和弩还是有区别的 动手了 先来个无中生友 看开什么东西 开了一堆废牌 借刀杀人跳身份 这个其实借刀杀华佗 才是真的跳身份 才算真的跳身份 当然了一般都默认赵让是中的 就把龙刀留一下 他觉得把龙刀留一下 要我我就不留的 为什么要这个龙刀 难道难道打上加马素 不就行了吗 就就话筒马素一起打呀 你还要龙刀干啥 南漫漫间先开掉 不要打过拆呀 你一定要先把重要的锦囊先打掉 铁锁连环先打掉 万一左慈是个内呢 或者忽然不给了怎么办呀 打铁锁肯定至少打死一个的 哪怕被崩了一下也不亏 因为死一个反 后面大概率被翻掉一个反 反正死太监也被翻了 对吧 还能打 现在就非常难打了 怎么办 这个时候不肯给 应该是内奸 赵云是中 我选个赵云中 也没什么前途 还好这许数裸异没成功 我严重怀疑 这个草皮压根就没闪 你看打了半天就白打了 相当于 不过我们还有一次 铁锁酒杀的机会 还有个假酒没有喝 赶紧喝假酒了 这次总知道打铁锁了 这次他 这次选择打张一彩是正确的 张一彩一把牌呢 赶紧喝假酒 有灌尸腐 难道不是应该吃青龙刀 换灌尸腐吗 这个排序 不是排序问题 是细节问题 细节就有问题了 对吧 你如何保证画头那张不是闪 当然是把青龙刀吃了 然后忽然挂灌尸腐 人家都给你灌尸腐了 你都不用 虽然最后结局没有区别 对吧 但肯定是有问题的 肯定是不对的 哎没打死 尴尬 还有个决斗可以打 这边特别奇怪 这把青龙刀 在灌尸腐面前 青龙刀还有什么用呢 那就是一个都打不死了 只能再见了 真的一个都没打死啊 那烈士好大呀 这么大的烈士 张张技能也用光了 白补回来了 还有个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无中 还有个无中 还有个顺手 还有个火攻 就这些了 话多是闪啊 那就再见了呀 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 他肯定是 他肯定是把自己当成 作词了 人头被内奸守了 你看这个无用之人 被挑衅了 所以说刚才把青龙刀 吃了不好吗 把青龙刀吃了多好啊 是不是 拿桃区偷了个无用之刀 还有一张火杀没有打 这个倒是挺厉害的 无中生有 宝兵那边也没有杀 再拿个杀 哦 无蟹连无蟹 这个无蟹连无蟹 你干嘛不自己拿呢 这个无蟹可击 给张张就很奇怪 可能是急于跳出 自己是忠臣的身份吧 谁不知道你是忠的 肯定是忠了呀 这个如果无蟹连无蟹 然后无蟹了许楚 再连个无蟹 哇塞 其实可以开无骨的 开无骨 才有无蟹可击 对吧 多美啊 现在是 现在是稳了 托管 无蟹开过了 对刚才是个假无蟹 离开了 还能出闪呢 就是W6B 把刀戒了 还有没用的吗 好像没了 这技能是不是灰了 已经灰的技能了 托管了 现在是垃圾时间了 不给了 就很坏啊 就很坏 对 杀只能用一次 还有个桃圆没开 杀只能用一次 就是 你别看 你打开张让的那个面板 有普通杀 雷杀 火杀 任君选择 你只要用了一次 他就没了 我也觉得很坑爹 官方对于杀跟属性杀的 之间的那个态度 是非常暧昧的 有时候 有时候让你觉得 雷杀 火杀 杀是不同的牌 但是大量的技能里 他们又是同样的牌 对吧 所以说至今 有些技能与技能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还是一个谜 他还是一个谜 内奸 这里有几个不错的内奸 像孙权也可以玩的 什么 选了一个张让内奸 这不是无用之天成吗 我再要看看 他这个张让内奸 能有什么花头 找到了一个真男 找到一个真男 有一个很骚的打法 可以开四次南蛮入侵 但是开了四次南蛮入侵以后 主攻是纹丝不动的 他跟曹操不一样 如果你是内奸张让曹操主的话 在你开四个南蛮入侵的过程中 主攻也被你打死打残 打怀孕了 你就非常的赚 但是祝容主攻 用这一套的话呢 主攻是纹丝不动的 你可能可以把其他六个人全部打死 但主攻就没有办法 所以就要看收上来的牌运了 要看收上来的牌运 收上来的牌运就 就看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比较克张让的冬雨 比较烦 我估计四个南蛮入侵也打不死这个冬雨 先跳个中 这个其实很开心的 巴不得这个冬雨去多顺一个呢 真的是巴不得 然后先探一探主攻的口风 赶紧跳个反 而且这样可以给主攻回首一张牌 主攻对我们的好感度加一 这个时候要刷好感度的 你知道吧 你作为一个内奸 忠诚的话 有时候不用做这些多余的事情 因为你理直气壮 内奸的话 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一点 刷好感度 赶紧刷 主攻你看 主攻很注意 他给了你一张暗牌 告诉你 我手里还有一张闪 意思就是把他的房间号码告诉你 就是我只是问你要个微信号码 结果他把房间号码都给你了 我们已经充分取得了主攻的信任 那这是一个好兆头 那就把真南蛮开出去 等着主攻给我们更多的这个优惠了 赶紧喝个假酒 赶紧喝个假酒 但是这个主攻呢 他很不识相 对吧 对吧 我跟他说了我要超薄的 然后他买了个润滑的 这个就比较不好了 我们希望的是要的是南蛮入侵 这个就不好了 我们要的是南蛮入侵 他给了我们个圣子 我们当然不是不喜欢这个顺手牵 润滑的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们更想要的是超薄的 那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主攻要什么 我们只能给什么 不是啊 我解说到高潮的时候 你给我来个这个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我裤子脱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铁索连环跟火宫就这么用掉了 他要自己掉血 这样才能吃个桃 把南蛮拿回来 我觉得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我觉得铁索连环跟火宫 这样打太浪费了 真的 因为还有一张沙没出 你可以先出 你还有一张沙没出 你知道吧 真的是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铁索连环跟火宫是很重要的牌 你还有一张真杀 你还有一张假杀可以出 你可以 你可以考虑一下再说 而且还有一张万箭齐发没有放呢 对吧 要不要打这个牌 你先把万箭齐发放了再说嘛 这个铁索连环跟火宫还是 而且 而且这个刀挂得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被试飞了 打到这里 开始 开始不对劲了 开始颓了 我开始团了 一开始 一开始还不错 打到后面经验不足 结果被 被这个锅旁摆了一 摆了一刀 被这锅头旁你摆了一刀 我估计主攻现在应该已经警觉了 刘成 忠诚死了 胜个太子辞 我个人觉得 这应该是可以 除了董宇全收的人 全收的局啊 哇 主攻你这么欣赏他 哎 这个应该先打过拆的 没有黑桃啊 没有黑桃先打过拆的 完了 过拆桥正好把黑桃顺手给拆了 你是不是搞笑呢 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拆了 场上只三个裸奔的 你过河拆桥一定是拆锅图 你过河拆桥一定是拆锅图 如果没拆到锅图 你就会把锅拆给扔掉的 因为你一定是留桃跟无限的 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不先拆呢 而且他有可能裤裆里有酒之类的 一副牌打光 董宇满血 泰斯斯没死 局面还行 没有留无限啊 要刚一点 因为已经没有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假牌可以用了 只能留真牌了 一张假牌都没有了 应该是 摸了个真万剑 这个董宇这波打的真是6啊 只祝荣 然后把这个无限可击 无限祝荣 恶心死你 恶心死你 被恶心到了 上一刀董宇 然后这个 九杀的话 人头就归祝荣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个白板 人头归祝荣对我们来说很不利 这样也可以 然后桃子不吃的话 是对祝荣示弱 省得祝荣来控我们 祝荣有可能是断杀了 哎呦 吃了个决斗 那惨了 火攻 存一下 好像还有个无中没开 应该是还有个无中没开 但是现在 现在血量太低了 好危险 开火攻了 哎 这为什么要降啊 万一董宇是张黑的呢 哦 他觉得如果董宇是张黑的 他杀就一定能打中 那万一是张黑酒呢 对吧 万一是张草花酒呢 是不是就瞎了 哎 我告诉你 不要觉得自己打得很好 只要你把录像往我面前一放 啊 我能给你掏出一大堆毛病来 对吧 事后诸葛亮 谁不会做呀 更不要说我本来就是诸葛亮 对不对 我姓诸名葛亮 我本来就叫诸葛亮 啊 完了 我的真实姓名被大家知道了 世人皆知啊 我半个臣子的魂名呢 我半个臣子这个魂名呢 大家都知道 但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名的 那现在我就告诉大家 我姓诸名葛亮 刚才强行苦肉了一步啊 自打撒家进攻以来 就独得 打了个假杀 就很亏你知道吧 其实刚才他为了 他为了那个 他为了拿到柱中手里的南蛮入侵 他强行铁锁莲花火公子 一通操作去抢那个南蛮 其实他打个假杀 就可以把那个南蛮拿过来了 对吧 打了个假杀 现在就是拼裸摸了 还好我们装备太神 祝容本身也算半个白板 而且我们 我们这个张杀 对祝容还有一点点小优势 就是 我们不是穿着藤甲吗 当我们没有闪的时候 我们可以变一个假伞 这边打得好啊 这一手打得好 总算 总算这个 天成呢 他在我 长期投稿的粉丝里面 算是水平比较高的 对吧 在长期投稿的里面呢 他的水平算是比较高的 真的不是吹 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如果说我姓朱明 葛亮的话呢 对吧 这个策谋本天成的水平 再怎么样 他也是差不多跟那个 三国演义里面 第一回那个被刘备 鞭榻 那个 那个 那个都游啊 被游被鞭榻的那个都游啊 那是要高那么一点点的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这手借刀啊 还是打得很好的啊 虽然说这已经是本局 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了啊 夸奖一下 好 这边是这个 周泰啊 周泰 哇 这么狠 两个切左连环 哎呦 这几种直接挂乱鸡的 这么嚣张的 嚣张的一逼啊 一般是不敢挂的啊 因为有可能会被 吊蝉直接啪一下就撸掉了 应该会挂一个别的 但是他就是这么嚣张 吊蝉大忠诚啊 很厉害 而且没有去拿左磁的 就顺了一下 其实他与其顺左磁 倒不如顺曹丕的狮子 给曹丕回一些了 我觉得 因为既然左磁都挂乱鸡了 那这局的游戏 跟后面就没有关系了 就看你接下来怎么打了 我跟你说 这种情况下 曹丕是天 已经有点天狐的意味了 因为 平时遇到 遇到左磁 遇到这种乱鸡呢 曹丕是心里打鼓的 他第三番不知道该怎么翻的 现在有个民众貂蝉 有民众貂蝉 已经无所谓了 这个时候张角要想赢 只有批曹丕一条路可以走 把曹丕的血批低了 还有一线生机 批貂蝉就是找死 第一番翻左磁 没什么问题 这貂蝉 不堪大任的 这时候怎么出闪呢 你是民众 左磁 一定乱鸡到底了 对吧 一定乱鸡到底了 你当然是留 你当然是给主攻留闪了 主攻接下来翻 翻掉闪就行了 不知 不知是中 那左磁就是个反 当然他不是 他不是袁绍 毕竟不是袁绍 这个时候 这左磁 左磁 左磁反费 挂乱鸡 骗人 还是可以理解的 不然你让他怎么打 对吧 这个可以骗一手 可以骗一手 但是我跟你说 只要主攻会完 他一点机会都没有 因为布置已经带头了 布置已经带头了 告诉主攻 这个左磁有问题 然后翻貂蝉 貂蝉还在出闪 这时候就不能出闪了 死了一个钟 你自己也是钟 他本来就选的不是袁绍 他甚至连内奸 都有可能不是 就很有可能是个反贼 这种时候 貂蝉要做的事情 当然是给主攻留牌了 留牌就赢定了 你看这左磁 根本停不下来 根本停不下来 我不知道 貂蝉是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了呢 还是 还是真的断闪了 再翻 就这种局 这种局 左磁没有机会的 因为 因为已经有民中跳了 反贼元绍 想骗主攻 只有一种可能性 没有忠诚跳 或者主攻傻逼 有忠诚跳 加主攻不傻逼 就是送 真的是送 而且这个忠诚傻逼 他浪费了主攻两张伞 他不浪费那两张伞 更加没有机会 收一把 26张牌的主攻 再来一刀 有9 还好 正好没死 没死 没死 26张牌的草皮 不知道怎么输 开桃园 这里主攻打得很奇怪的 为什么要先开桃园呢 难道不是牌打光之后 没有办法了 才开桃园吗 对吧 周胎你也要打的呀 周胎又不是忠诚 这里周胎 搞笑吗 浪费自己一点血 浪费自己一点血 把牌给左磁 这牌还能是左磁的吗 这牌肯定是草批的了呀 还好连弩 还好连弩变掉了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连弩就是主攻的了 一刀九杀 四创 我觉得主攻多送了周胎一点血 周胎 当然周胎自己又浪费了一点血 扯平了 但主攻这波没打死周胎 那事情就麻烦了 那事情就麻烦了 没有闪 看能扛几刀了 六刀了 曹平还有惯师傅 这次他忘了 好像忘了放木马了 曹平我不知道留了几张傻 他应该是没有留足够的傻 隐患来了 曹平面对周胎 怂了 他没有选择把傻全部留好 而是留了很多的闪在裤裆里 结果才打第二拳 确确的说现在是第四拳 但因为 但因为我们被翻面了一拳 被勒了一拳嘛 所以说其实现在是第二 对我们单挑来说是第二拳 才单挑的第二拳 曹平就开始断杀了 那还打个毛啊 你断杀曹平怎么跟周胎打 我们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没有逃 换青钢了 没有逃就怕强中 九杀 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个事吧 还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 就是曹平九杀周胎 到底有没有意义 我告诉你说啊 当周胎的不驱牌的数量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有意义的 因为 当周胎不驱失败的时候 受到几点伤害 就求几个桃 翻不驱成功了 无论几点伤害 都 都取消之 如果要是周胎的不驱牌 翻失败了 中九杀就求两桃 中闪电就求三桃 对吧 九火杀就三桃 古定九火杀就四桃 等等 以此类推 该求几个桃 还是会求几个桃的 所以说曹平的九杀 是有意义的 但可惜的是 周胎手里是闪 不是桃 然后现在周胎 不是没有闪了吗 如果九杀上来 没有闪掉 求俩桃 周胎就死了 虽然这件事情 我在百科讲坛里面 讲了十次不止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说啊 为了体现我这个人 就为了体现百科讲坛 他教书育人的本质 他不是一个 让人学坏的节目 你们不要冤枉我 对吧 陈田说我是色情主播 不存在的 百科讲坛是一个 教书育人的栏目 是为了给大家带来 正确的引导 周胎这边比较虚 他不敢主动进攻 他希望闪 有了闪之后再主动进攻 因为他被翻面的情况下 摸不到牌 被青钢剑砍两刀 是有可能撬辫子的 现在有闪了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打了 那随着周胎的牌越摸越多 游戏也渐渐进入垃圾时间了 这个太浪了 这个太浪了 这已经有六个创了 瞬间又回到解放前来 忽然没有逃了 曹碧运气也是好 曹碧运气 不过杀闪还挺多的 就怕一手火攻 就怕一手火攻 乐不思蜀其实用处不大 啊 草皮的木马没了 正好两张闪 不多不少啊 其实打火攻不如杀一刀 要么就别弄 你看 如果翻成功了 就是取消这个伤害 就相当于没有打这个伤害 如果翻失败了 就求两套 其实周泰他老是急吼吼的打火攻 你你你你青色的黑牌打什么火攻 打了火攻就打不了杀 对吧 还不如攒着火攻留一下 我们我们攒了属性杀了 曹碧运气的藤甲没有任何用处 其实这局 周泰能赢呢 一定程度上是有运气的 因为六七不驱的时候 一直很危险 对吧 呃 这局曹丕其实也没打错什么 强行要说的话呢 就是他完全可以打光那些牌以后 最后开桃圆 他掀开桃圆使得周泰回了一些 有可能恰恰是那些 就没打死周泰 但是很不巧的是 周泰又又又炸掉了那点血 而且那个牌炸给的 等于是炸给曹丕了 就大家扯平了 啊 然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袁绍反贼在曹丕主公局 只要曹丕会玩 忠臣会玩 是没有没有出路的 真的没有出路 但是因为是路人局嘛 路人局不会玩的曹丕还是很多的 不会玩的忠臣也很多 如果忠臣不送主公牌的话 哪怕主公会玩 被活活射死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啊 借曹操主公 我们主持者是什么 左辞看一下什么化身啊 来我们惊喜一下 马超鲁素 鲁素还不错啊 藏一下 挂个马超 强行假装自己是四血的 这怕不是六血的 两个胜手两个五谷啊 这个对主公的打击是很大的 因为五谷风登这张牌呢 一定程度上会抵消南蛮跟万剑所带来的 所给反对带来的伤害 所以说两张五谷风登一开 后面哪怕有队友开出南蛮入侵 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寻遇中 但是寻遇 我跟你说寻遇中最悲剧的就是跟曹操的相亲 并不是很合 让人感到很绝望 这里面有一个内 那应该是孙长相内了 孙长相开始肆无忌惮地打人了 你看他盯着这个离点 眉头都不皱一下就打下去了 一看就是内奸 忠诚的话 一般会忌惮一下这个离点的 有点像内的 不过离点肯定是反 我们知道的 佐茨现在满手桃就很绝望 他是非常希望能掉血的 这王姬 这王姬为了旗帜 是赶在曹操局开南蛮了 这还能出杀呢 这冰死状态的蔡文姬 蔡文姬锁头飞人啊 哦我知道了 王姬这个南蛮一开 宛如一个忠臣 宛如一个忠臣 真的挺像一个忠臣的 我觉得主视角吧 可以适当地丢一点逃 可以适当丢一点逃了 这个难道 难道麒麟弓不好吗 还把蔡文姬的逃逃了 宛如一个内奸 真的宛如一个内奸 不过最后这反贼跳的 还是比较明了 突然鲁肃王 天过了 还好还好 这王姬好像最后掏到那个了 这里打的不对吧 先换 换完再顺手吧 而且王姬 而且王姬挑了反以后 挺明显的了 就你 你怕孙上香不给你排 先换 他自然会给你排的 对不对吗 这不 这不是相当于你顺手 欠阳顺的孙上香吗 是不是很蠢 顺手清阳顺孙上香 是不是很蠢 什么 南蛮入侵还能这样开的 不救了 不救了倒也还行 那也是人家蔡文姬 那也是人家蔡文姬牺牲的大 你知道吗 循运内奸 循运内奸 来了 南蛮入侵 草草怂了 他怕南蛮入侵把循运打死 其实要开的 循运有杀的可能性蛮高的 并不低啊 循运是内奸的可能性 当然在曹操眼里是很低的 曹操怂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南蛮真的是可以开 这个扔掉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循运这波爆发真是强 循运终于露出了他猙獰的面目 但我们现在是打得过的 我们有掳素的 我们有掳素的 回合外换个卫国 就可以了 没有卫国 没有卫国 考虑卖个化身吧 不然 不然 不然无意 等于 无意之中加强了元素 主公说我这辈子都没发动过护家 你都发动起来了 乱世豪杰 当有开天辟地的气概 这个万天不惜倒是没什么问题 能完美好施当然是要完美好施的 等一下考虑卖个化身 削弱一下这个元素 不能给他拿盾 不能给他拿盾 但其实循运拿盾也很强的 元素不敢九杀 没有打九杀 压一下曹操的血 还有英字可以用 洗白了 元素最后还是死了 所以说 寻遇这个内剑真的是非常难用 倒也不是不能用 曹操 这什么操作啊 这还分不清谁是中内吗 这还有分吗 我跟你说 你不要觉得 这 差点给打死了 又反剑了 哎呦厉害 这个反剑用的挺好的 这个曹操是 这个曹操是真的傻吗 这还能分不清 这还能分不出来吗 不过赢应该还是赢了 还虚报了个男 戒曹操主攻 肯定现在很不好用 选了一个琴蜜 琴蜜在末尾有什么价值呢 就是强行逼这个孙策觉醒啊 很有价值 奇策 奇策作词 要敢搞个圣守吗 并没有 九杀猪可蛋了 哇 把南蛮入侵空顶了 不过是个黑桃的南蛮入侵 哎 谈了谈了顺策 忠诚小乔还能这么玩的 可以啊 这个五五封灯开的不是很好啊 竟然漏过去两个乐不思数 我没看错吧 这无险可击打的有啥用呢 哎 好吧 这声色是真的会玩的 还是就无脑出杀的 我有点判断不出来啊 这为什么要制吧 没必要制吧吧 哦 他怕假许是吧 我小乔这波有点虚啊 你这样子搞 小乔自己有可能会被假许弄死到时 好像这小乔什么都没了 一无所有了 乱舞 这个乱舞其实反贴是很伤的 打不死顺策特别的亏 闪电又拿回来了 气掉了 因为左自首里有明桃 所以说去扒他是不亏的 但是打黑桃杀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呀 一兵一乐 你也一兵一乐 这么巧我也一兵一乐 兵过了 乐扔了 这么巧你也一兵一乐 不对吧 应该你的套先用吧 这孙策有可能被晚杀的 我知道了 他觉得他活着就能保孙策 但是孙策不能保他 就是他跟孙策是充分非必要的关系 这个中瑶 白银狮子不要了扔掉了 强行出杀 然后换白银 那还不如白银顶掉 再回一些 再抹两张牌呢 这扔牌多亏啊 对吧 他这样打还不如装白银狮子 用白银狮子去出个杀 然后再装八卦阵的 这打得太差了 好去送内奸牌 但是内奸不领情啊 在内奸眼里 在内奸眼里 祖宗全部都是一血的 你指望内奸帮忙 内奸怎么帮你忙 最后一张黑桃被拆掉了 这个估计要自救了 还行 这个孙子的觉醒以后 倒真的是有琴蜜宝的就无敌了 甚至都可以 甚至都死了都无所谓啊 这个天变是很冒险的 天变非常冒险 我感觉还是应该老实一点拿红桃 天变失败就真的被打死了 你被打死以后 主公也跟着一起死了 他就是为了留住这张红桃 空顶想过乐 其实过不过乐都没关系 只要活着就行了 真的 真的只是 真的只是需要活着 别的都不需要 只要活着就有未来 白衣狮子 诸葛丹再打死一个人就觉醒了 但诸葛丹肯定是不想觉醒的 这个局 切脉 刺杖打不得 给了把 给了把黑桃的刀 总归不太好 现在知道要怂了 腾甲 给孙侧回点血吧 我觉得回血比较好 一血太危险了 有点骚啊 看这个诸葛丹什么时候收到人头了 黑桃决斗 这诸葛丹一手的黑刀牌 这还不如先出杀呢 真的是 对吧 还不如先出杀呢 这诸葛丹打了半天 反的一个都没收到 全帮主中开路了 他节奏没把握好 内奸打反 要掌握节奏的 你要想办法 让自己收到人头 而不是 而不是让主中收到人头 被暴局了 反贼呢 也是 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必要跟内奸这样的 就假许强行救中摇 最后人头一定被 奇迷拿走 想不开 诸葛丹觉醒了 但这波诸葛丹觉醒 威力一般啊 哦 这个拿到位了一下 忽然威力变大了一点 莫七掌了 起码 刺子杖打不得 诸葛丹懵了 刺子杖打不得 不过 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就诸葛丹手里肯定有桃 他有桃去捞主弓的 怎么办 要通过一些细节来观察出 本来观察不出来的东西 其实南蛮入侵不是一招坏牌啊 南蛮入侵不是一招坏牌 有个9 还好有个9 孙侧自己有桃 好 贾许收了 哎呦我的天哪 什么 这个男人和那个男人决斗了 其实这个男人跟那个男人决斗 那个男人还是要强很多的 所以说那个男人只要想办法搞就行 就英魂这个东西等到优势大的时候再用 一个随时要死的情况下 这个男人他手牌多 血又多 他在英魂的过程中 相当于他发动一次有中生无 对吧 相当于发动一次有中生无 他可以把他手里那些肺牌换成你给他撸的那张牌 其实他不会太亏的 英魂应该缓一缓 等到这个男人他手牌少一点 体力也少一点 你自己回到良心以后再开始动 现在这样英魂反而有可能出问题 比如说 孙侧现在看上去好像铁壁一般的 完全防御 其实一张火弓就死 那你要是在英魂的过程中 让他多过一张 过到那张火弓了 怎么办 包括你看诸葛弹不是蓄了什么顺手了 冰凉了之类的吗 那万一你不小心给过拍过程中 给他过到过拆 或者过到减一 你是不是也纷纷说要死 不过这个诸葛弹是真的怂 竟然是 竟然是 流闪 扔顺兵的 那注定是打不过那个男人了 那还是那个男人要强得多 最终在这个男人和那个男人的对决之中 他竟然把这么宝贵的火弓给扔了 孙侧已经在丢桃源了 看来把握很大 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孙侧已经有把握了 他手里有桃 诸葛弹完全处于被动防御 拿到的顺手跟兵粮都扔的 火弓也扔 那你拿什么跟孙侧打呢 只有前期撞得还好的时候 你强行留住那些进攻牌 靠摸牌的时候 运气好摸到简一 或者用火弓偷掉孙侧 就这一条路 你还在那跟孙侧打防守 有谁能够防得了孙侧 最终这个男人跟那个男人的对决之中 这个男人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举起了机智的小白旗 我们看看那个男人留了多少牌 留了九根桃 其实在打牌的过程中 那个男人还是稍微 稍微浪了一点 稍微浪了一点 因为再怎么样 你一九一桃 还是不能完全保证能活 如果诸葛蛋 刚才诸葛蛋还有六七张牌的时候 孙侧不是在丢桃源吗 那个时候诸葛蛋是扔顺手 兵粮跟火弓的那个时机 如果那个诸葛蛋是我玩的 我把八卦阵扔了 我把闪扔了 直听听躺在那边给你砍 然后我运气好摸到顺手千阳 顺手千阳 兵粮寸断 火弓杀 然后你中个兵 你中个兵相当于跳过一个回合 你是会阴魂我 但是我手里还有废牌可以扔 我有简易 我就可以把青钢剑扔了 对吧 就是我相当于打你两刀 一个火弓一个顺手 你说你手上这个酒桃够用吗 是不是正好死掉 但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少的 有人会说 这种局我怕什么 对吧 是不是很少见 接下来就给大家见识一把 接下来就给大家见识一把 非常少见的局 这是昨天晚上我打的 昨天晚上我打的 这次因为最近几个初始人员 非常的忙 忙到初审都不能好好做了 所以说最近投稿还是很多 但是他们审核的数量不够多 所以说就拿几局 我自己打的过来凑数 也不是凑数 我都是精挑细选的 好看的才拿来给你们看的 这边完了 要重启三国杀了 那就重启一下吧 刚才看到我是反贼 对吧 然后被主攻盲放权了 但是摸的牌很烂 摸的牌很烂 今天除了这把之外 还有我之前打的 之前打的 我留备用着的 我可机制了 我就怕哪天 百坑讲台的 初审员给的稿件太少 就这次稿件少的原因 不是因为投稿少 投稿还有很多 没来得及看 是初审员最近忙 我也是很理解的 可女神是在外交部工作的 以前在日本留学 现在在外交部工作 负责中日交流这一块的方面 然后另外一个初审员 叶英现在是毕业了 正在搞论文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最近 屯稿又变多了 我可能过段时间 找个机会 在一周做个两期 是某一周做两期 不是从此以后一周做两期 你们不要搞错了 竟然有人在百坑讲台的 那个B站下面留言 问我不是说一周做两期吗 怎么才坚持了一个月 就不做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一周做两期了 我说偶尔家常 我可没有说过 以后一周做两期 不存在的 还想一周看两期 怕不是活在梦里 这个没有办法 丢个南蛮表身份 然后连弩肯定不舍得 有逃 有逃就也无所谓闪了 就是这么刚 然后跟队友会合了 其实挺好的 就这非常罕见的 就是就流上忙 放全到一个反贼 然后正收益了 首先我没排动 只能扔排 手牌上线减一 其次 被华佗发现 我是 被华佗发现 我是反贼 要被他拆 就亏成马 翔都给你亏出来了 放全完以后 手牌上线减一 就这么骚气 温圣之灵 木若金汤 刘表没有动 对吧 开了一个无中生有 然后 曹昂盲兵了一下 这个陈群 因为看起来无疑 也不像什么好人 所以就盲兵陈群了 陈群 拆了一下曹昂 曹昂因为要打 因为现在无所谓 打陈群也可以 就那个刀无所谓的 但他木马没有传 就是个内奸了 然后我没得动 因为刘表向中 也向内 无疑非常嚣张 不敢轻举妄动 结果 这边的话 这个无懈可击 值得商榷吧 考虑到 考虑到无意已经跳中了 刘表就是反 我打无限的是 因为华佗 会顺手顺掉那个加一 他就有神加一了 那刘表也动不了 我考虑到 如果刘表的神加一 被顺掉的话 刘表自己也动不了 到头来还是要自首 倒不如直接 倒不如直接 直接不让华佗顺得了 其实这个思路也行吧 但其实刘表那么多牌 不能动 他自己肯定也很痛苦 对吧 然后刘扇就自己动了 这首无懈打的 算是个争议手吧 也不算是错手 然后开始大拆牌了 这边其实拆刘扇 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让刘扇 做战斗胖 这波刘扇不放华佗 华佗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刘表重乐 就重乐嘛 他也就弃一堆废牌 对吧 无所谓的 其实也不是很伤 华佗已经进入托管状态了 然后来了一刀九杀 这个时候 然后这个陈群啊 然后这个陈群啊 然后这个陈群开始了 他没羞没臊的这个生活啊 开始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拆了一波好像很帅 其实呢 拆陆勋那一下是负收益的 拆刘表呢 刘表因为牌比较多 也不是很伤 所以说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个陈群 然后我们就趁机再发点牌啊 连到了个决斗 可以杀一道华佗 刘扇又逃 然后趁机再见一下 然后又又又失败了啊 失败了不可怕 我们现在优势茫茫大 这次的放拳 就非常体现 华佗和刘扇联动的威力了 一个并去如抽丝 再来一个并去如抽丝 大家注意 华佗是直接拿乐拆的 非常的骚 曹昂这个问的是莫名其妙 人家刘表中乐的 他还能怎么样 裸摸一难一万啊 虽然说是裸摸一难一万 才把局面给打回来的 但是 但是牌是被拆光了呀 足以证明刘扇 就是华佗做刘扇的中 是可以的啊 我觉得完全可以 厉害的很 然后你看 这个曹昂就是在帮道忙 他去指责刘表 结果人家刘表本来好好的自首 就没事了 因为被曹昂说了一通 他惭愧了 人嘛 对吧 有时候就是 信仰不够 不够相信自己 其实我跟你说 人就是要 有时候该相信自己 一定要相信自己 坚持己见 像我这个人就非常坚持己见 倒也不是听不进别人意见 有些意见你要听 这种意见你怎么能听呢 结果就 好好的六张牌不摸 这不是要输了吗 然后这个陈群 这个无用之陈群 我真的是无话可说 我真的是无话可说 拆了陆迅的狮子 拆我两张废闪 然后去拆 然后去拆流扇 自己还把木马给丢了 真的 这是我见过的最搞笑的太监 这是我见过的最搞笑的内奸 不知道他在玩什么东西 然后我 其实讲道理 我是没有 我没有必要去搞他的 但是我真的是气不过 这个时候呢 因为杀 杀无一也就这样回事 他种乐了嘛 对吧 杀陈群 把他那张兵牌含掉 省得他在乱动 其实也不算有什么大错 因为杀无一也没什么价值 这无一肯定有闪的 然后继续放话陀 继续放话陀 这个话陀就厉害了 这个方天三杀杀的不是很有水平 给曹安慷慨了两次 然后我的陶被他拆了 正好把我的陶拆了 然后正好摸决斗 摸完决斗 摸完决斗就打个九杀 他气取教训了 知道不能九杀了 其实现在反而可以了 可以杀我的 我不杀白不杀嘛 对吧 曹安陈群 曹安陈群是不能杀 打到这里 祖宗已经优势了 陈群这货刚才也是一通操作 把自己手牌用光了 我没有办法 只能继续先鱼 很闲 非常闲 我也承认我很闲 我承认我很闲 这局的确是我发挥的太差了 打成这样 我不能说没有责任 不能说没有责任 虽然我没打错什么 但是我的咸鱼导致了这局 就是我运气差 华佗跟无一运气好 华佗没有那南蛮万箭 方天是打不出这种东西的 因为我们这边还是挺稳的 一方面是刘表不肯自首 曹安在那瞎逼逼 就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这边其实是不如拆对面一张给我摸两张的 甚至最好是给我摸三张 不过陈群估计也不肯给我打工 大家彼此彼此 这边本来是正确的打法是 贴索连环陈群跟自己 但是他托管了 这里我跟大家澄清一下 这个是要贴索连环陈群跟自己 但是这货托管了 托管了我就没办法了 只能硬着头皮打了 而且贴索是一张 而且贴索是一张花色 我都没花色 谢谢楚楚送的大宝剑 我都没注意到 换一张 就很气你知道吧 没方片你知道吧 就很气 然后贴索换了张方片 其实我也没打错什么 但是就显得特别蠢 我承认我到现在为止 又咸鱼又蠢 打到这里呢 陈群已经脱管了 讲道理说呢 我也应该投降了 对吧 讲道理呢 我也应该投降了 但是 但是呢 我这个人 对吧 但是我这个人啊 就 就有个臭毛病 就我总觉得自己 还有 就我总觉得自己 还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对吧 对吧 这个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我就要 请大家听一首歌了 这就要请大家听一首歌了 这首歌 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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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我现在的心情 这边 那个打到这里 你看 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现在情况 就陈群也已经死了 祖宗的状态 非常的好 对吧 祖宗状态 非常的好 基本上是没有机会了 可以投降 而且时间已经到了 17分钟了 对吧 但是我要请大家 听一首歌啊 这首歌特别能够代表 我现在的心情 就是我觉得自己 还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自己 还是有机会的 找到无中生有了啊 因为一定断了 一定断了 就先把无中开了 不然这招无中生有之后 你要开还得断 然后话头就死了 至于话头为什么会死呢 排序好 排序好就能多见几张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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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现在还是一打二啊 我也没什么优势 装备优势都没有 但是无一 但是无一是很咸鱼的一个人 其实我只怕话脱 无一我是不怕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忍啊 无一能动两回合 相当于我跟一个 莫斯的无一在打 刘善自己还能 还能流淘旧 这里很重要对吧 这一手是 很重要的一手牌 怎么打呢 还是老规矩啊 已知这个牌一定会断 就先把无中开掉 开完无中以后 你看到没有啊 这个牌是可以建的 然后规划好 先顺 为什么顺白衣狮子 不顺手牌 大概率顺到闪啊 就一切以建 因为目的 建 建到了A点的决斗 要不要 要不要改掉 这个既定路线呢 你仔细算一算 既定路线的这个牌 这边的话草花 建到黑桃 有四张可以建 如果建到方便去的话 就没有了 建到方便就没有了 所以说那就不要管他 又来木马了 要不要建过去 不要建过去 根据既定路线继续走 因为黑桃跟草花的那个牌是多的 方便能建的牌是少的 不要自乱阵脚 冷静一点慢慢打 然后把锁锁了 继续建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出杀之前 把能建的牌建掉 因为运气好 因为运气好的话 就可以干别的事情了 来打 这里可以建到五点去 对吧 建到五点去就到方便去了 但是我还是选择 先打顺手 为什么 还是那句话 那个黑桃的牌多啊 还是黑桃的牌多啊 就打到这里再断掉 也无所谓的 因为你建回黑桃去 还是得断 这里 这里有两个打法 一个是决斗流扇 然后两刀杀无疑 打得比较贪 就没有必要 因为流扇有可能流逃的 啊 有可能流逃的 但是有可能流逃的 那我不打不死无疑了 打死以后 我跟流扇单挑 怎么都都赢 就根本不需要贪这点输出 啊 就可以了 然后下回合准备 然后下回合准备 把这个刀换了啊 之后就赢了 那流扇其实跟我是没有关系 就没有机会的啊 流扇说了一句特别搞笑的话 说我没有看错你啊 你真是谢谢了啊 真是谢谢了 对吧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出来做直播 就一句话 一切无愧于谁 知道吗 啊 好了 这局是给大家讲完了 除了坚持之外呢 还是得有一定的技术才可以的啊 那这也是比较远古的一句啊 以前留着的啊 以前留着的 其实不用跟我说什么排阅牛逼 我爆发的时候已经是第十一轮了 你知道第十一轮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举手已经摸了二十张牌了 你举手摸二十张牌 你试试看爆不爆发 如果真的是运气好的话呢 应该一开始就摸到这些牌 一开始就摸到这些牌就赢了啊 先是先无节操刷手机卡啊 一一一切无愧于胜率啊 对吧 节操这种东西不存在的 只要赢就可以了 这种七这种七号位三号位的庞德 直接忙了 也没头都不眨一下啊 但打两刀我就不乐意了 因为 你等一下找到目标 可以双杀可以双拆 闪也很重要 有人说挂了刀是不是要被庞德砍吗 那你不被庞德砍 也要被别人砍的 闪反正肯定用得出去 这边黄盖 这边跳了个反 黄盖跳了个中 黄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那就是 那就是推 那就是推系之才 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不归路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那这里就遇到分歧点了 怎么抉择 这个牌怎么打 我告诉你 这西子才可不可能被一刀砍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西子才如果没死 什么后果 对吧 直接输 所以说没有办法 黄盖还能出一张杀 那就趁着现在还有机会 赶紧给他补四张牌 看看能不能一刀秒了 这个西子才 否则后面直接没得打 这时候黄盖丢顺手了 他丢顺手我就知道 这把要起飞了 好 果然是换到了九杀 直接抬走 这就是果断 该狠的时候 眉头都不要皱一下 然后又开了一个南蛮入侵 第二个南蛮入侵 就没有第一个那么优势了 他灯岸又囤了个铁 好 到了 这个中慧是个反 这陆续有桃没救西子才 基本上是内奸了 然后我这边比较惨啊 被打了一刀九杀 也算是 起手挂刀的副作用吧 这边不能陈琴了 只能等队友救 打到这里很危险 已经命轩一线了 而且还在庞德的射程范围之内 这个时候呢 就不挂简易了 不挂简易倒不是怕庞德 因为他剑出我的闪 我一样是要死的 而是 场上曹人就没有盾可以 没有东西可以挪了 如果有杀 我是一定会挂简易去砍庞德的 就死住不怕开水烫了 但是没有杀 就没有必要挂这个简易 然后这个无用之瞪爱 好死不死的非要去打中会啊 本来我也想先稳定一下局势 因为有陈琴在 其实我挺安全的 可以陈琴邓爱的 还有配合 但是他 闲着没事去打中会 看到这个神嘉义没有 这勒布斯叔有什么用 对不对 曹人肯定是宝乐的 那又没办法了 又没有办法了 又只能强打了 这个时候 我又闭着眼睛去陈琴了 刚才我是没有生命危险 这次我有生命危险 我怎么又陈琴了呢 难道不怕死吗 我告诉你啊 只要活着一个反贼 他对我造成的伤害 一定不止这一点 你看 曾爱这种人 他就想着 我希望我可以给他陈琴 让他屯田 对此只能说 眼雀安知鸿湖之志 正的鸿湖之志 是你这种小人 能够想得到的吗 再说了 不是他去杀中会 我肯定不会给黄盖陈琴的 黄盖要去打中会 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旁边看起来怎么办 没怎么办呀 对吧 一条断杀之犬 还敢在我军阵前 阴阴狂吠啊 这边赶紧啊 给他囤个田 然后过了 这边留了个神南蛮 然后这个无用之邓爱 觉醒了也没事干啊 就过了 然后 这个不陈琴了 为什么不陈琴呢 我觉得黄盖是有陶 才会陈琴的 才会这样的 因为邓爱两张黑装 不能保证四色的 这个很惨啊 很惨 这个 非常惨 然后这边陆讯跳内了 他本来就是内 黄盖是留 留了唯一一张桃给我 真的是个好忠诚 一个非常好的忠诚 庞德这个断杀之犬 早就 早就看不上他了 这个断杀之犬 赶紧陈琴 第二发这个让我很绝望啊 让我很绝望 但是呢 陆讯 陆讯感受 感受黄盖 也是因为自己有套能救我 没什么问题 但是曹仁这个万捷齐发 没收到我 他就要倒大没了 因为我绝望了南蛮入侵 这边先打顺手 骗掉他的 无懈可击 然后开两南蛮 然后再顺一发 顺到久 没头都不咒一下 直接打出去 旁的人头收到了 还摸到了闪 打到这里 就差不多赢了 这边 这边很 这边这个邓爱非常坏啊 骗了陆讯一手 陆讯以为 陆讯以为 邓爱是去打 曹仁的 结果邓爱直接把他打死了 于是他的逃 就这么 丢水里去了 其实陆讯淘还真挺多的 这边我打错了 这边打错了 变成鞭尸了 这边不是有五张牌吗 决斗 挂刀 砍 然后最后拿桃源去变决斗 就赢了 但是我下意识地开了桃源结议 于是宛如 宛如自己在鞭尸啊 宛如自己在鞭尸 这边 这边道个歉啊 道个歉 真的是不应该 五张牌正好啊 决斗 杀决斗 正好打死 最终黄盖世MVP 这一局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给大家一个思路 就是你作为主攻 有时候能够 能够勇猛 能够勇猛 受反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怂 千万千万不要做什么 畏首畏尾的事情 比较典型的就是 诸葛克 忠臣 剩最后一点 诸葛克忠臣 甚至主攻 剩最后一点血 要不要去砸反贼的问题 我跟你说 他只要活下来 一定会给你造成 一点以上的伤害 那你为什么 要舍不得自己这点血 甚至这条命 去跟他拼 但是事情又分两面 黄盖 炸祥的那次 我就没有用这个陈琴 为什么 因为首先 黄盖那次陈琴 炸祥本身 又不一定能够打得死 反贼 其次 他那个炸祥呢 在邓爱有两个黑装备的 画的是两个黑装备 不是什么一红一黑这种 看上去好像能沉出来的这种 他明显是自己有陶 才去炸祥的 不过黄爱自己也有问题 他很误导我 他很误导我 其实他那个炸祥能打死谁呢 谁都打不死 所以说那次我就没有陈琴 这就是对自己判断力的一个考验 你们明白吗 我相信你们明白了 今天不知不觉 已经给大家播完了 播完了 又到八点了 那么今天的